3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到近期台陆委会海基会否定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佳成 在海基会档案来往文书中找不到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已经不合时宜 需要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架构来谈两岸未来等 对此朱凤莲表示 九二共识的历史经纬和重要作用非常清楚 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无助于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九二共识虽然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共识 但是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 铁证如山有据可查 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也不是一中一台 任何刻意曲解历史 否认九二共识的重要作用 宣称九二共识已经过时的言论 都无助于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79周年纪念日 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否认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 但是岛内各界和民间团体纷纷进行纪念 并呼吁恢复台湾光复节为法定假日 对此朱凤霖表示 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抗战赢得胜利的成果 值得两岸同胞共同纪念 赖清德当局美化外国殖民台湾历史 是典型的鼠点望族民族败类 赖清德当局不仅不纪念台湾光复 反而一再地宣扬美化荷兰日本等外国殖民台湾的历史 借以构建台独史观 为其新两国论虚构历史依据 是典型的鼠点望族民族败类 有记者问到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 近日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称 台湾民众已经准备好作战 不需要美军帮忙 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抨击 对此周凤莲回应称 有关言论再次暴露赖清德当局 为一党之私不惜把台岛当战场 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丑恶嘴脸 这一段时间从编列6470亿新台币防务预算 到高价购买美国武器 从成立所谓的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鼓噪培训40万民兵 到暗地支持黑熊协院 甚至要求高中生去签署 什么所谓的暂时青年扶琴同意书 从蓄谋在宫庙囤积弹药 到讨论囤积粮食和医疗物资 这些都充分表明赖清德当局 正在加紧备战谋独 如果任其一意孤醒 台湾只会更加的兵凶战危 有记者提问 备受台湾民众喜爱的大陆零食 黄飞鸿花生日前被民进党当局 以保护岛内相关产业为由 禁止输台和售卖 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表示 民进党当局多年来 单方面限制大陆产品输入台湾 阻碍两岸贸易正常进行 是不得民信的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大张旗鼓的 要禁止输入严格限购 你提到的这款辣花生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它是产自大陆 可见民进党当局 一味地进行政治操弄 已经到了连小小的花生米 都容不下的地步 我们的大陆网友 也可以给台湾的朋友们 多推荐几款好吃的零食 我们也欢迎更多台湾同胞 来大陆走走看看 打卡更多的美食地图 去发现更多的地方特色 在本次发布会上 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大陆各地举办的 两岸经贸交流活动 这些活动充分表明了两岸同胞 要和平 要合作 要发展的共同新生 我们看到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 民进党支持度创下七个月以来 新低有47%的民众不支持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 我们奉劝赖清德当局顺应民意 放弃台独幻想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近日台盟北京市委第17届交流与共享研讨会 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 台盟中央全国台联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北京市台办等有关单位 从事两岸关系等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 以及在京台盟盟员和台包代表130余人 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开幕式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子活动 以护学护建会青春 携手奋进模副新为主题的青年专题研讨会 30日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由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协办 参与研讨会的两岸青年代表表示 两岸的青年要坚定信心 把握机遇 互学互建 同心同行 积极参与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 为推进祖国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青春力量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计划对美采购多达1000架攻击型无人机 进而对抗大陆 此外台军还持续炒作 在澎湖进行镇江草演 升高对立氛围 民进的当局为什么紧盯澎湖 还加大力度发展无人机 暴露出怎样的战术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 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又平先生 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 欢迎三位 近日台媒在大肆炒作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1000架攻击型无人机 接来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称 有业内执行人士透露 台湾将向美方采购1000架攻击型无人机 并且已经在9月底签署了发架书 对此台湾军方29号回应称 美方目前正和厂商进行最后订阅 实际交易情形将视情况一计划执行 此外台媒近期频频炒作 台军在澎湖进行的镇江操演 分析认为针对解放军意味浓厚 这1000架攻击型无人机的采购案 是在6月份就已经公开对外发布消息了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台湾媒体还在进行大肆的炒作 胡教授 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指出的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就正式的知会 美国国会说已经批准了 两笔总计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其中包括价值3亿美元的 291架阿特斯的600MV无人机 还有就是价值6000万美元的 720架的弹簧刀300型的无人机 那么这两款的无人机 都是自杀式的无人机 主要攻击的就是步兵 还有一些地面的装甲车辆 这样一些目标 那么也被称为是巡飞弹 那么其中这个台方刀300型的无人机 它的重量只有大概2.5公斤左右 可以放进士兵的一个战术背包里面 它的携带和使用都非常的方便 那最近的美国媒体又爆料了 这笔军售案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说这个台美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 已经签署了一个要约的承诺函 那么接下来马上会签订一个正式的合约 那最终敲定这笔军售 它的一个数量金额 还有交付日期等等的细节 那么这两款无人机 号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表现非常的卓越 但其实也是这个叫做名不副实 反而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价格的昂贵 故障率很高 维修困难 抗干扰能力差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么随着两岸的军力的这个对比 进一步的向大陆倾斜 那么台湾当局 无论是买再多的这个无人机 那么在大陆面前的 其实也是搪币当车 那么除了炒作无人机的采购案之外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 还在炒作台军近期进行的 镇江操演 这个镇江操演的选择的地点是在澎湖 那么澎湖的战略地位是什么样的 您怎么来看 为什么现在台湾当局在严防死守澎湖列岛 澎湖它的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距离大陆的海岸线 大概是140公里 距离台湾岛是40多公里左右 那么台湾军方一直把这个澎湖 视为它的门户 所以呢长期以来在澎湖 构建了很多的这个军事公式 有很多加固的炮兵的阵地 甚至呢还有这个武器弹药库 那么按照台军的构想 在澎湖上部署的 接近这个8000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 可以针对大陆解放军的 这个两栖作战部队 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的阻挡 可以针对台岛的这个作战力量 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 这个台军在澎湖举行的演习和演练的科目来看 其实它还是一种平面的思维 什么是平面的思维呢 就是认为解放军的两栖作战部队 还是要从海上进行这种徐进式的 这样的一个兵力的投送 要先拿下澎湖 然后呢再针对台湾岛方向 进行这种兵力的集结 发动大规模的这种两栖的这个作战行动 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呢 已经是落伍了 因为现代化的这种两栖登陆作战 它一定是立体兵力的一个结合 不仅有海上的这种运兵船 同样呢还有低空的突击力量 完全可以针对澎湖的 这样的一个防御力量进行这个绕路 可以从海上选择其他的路线 进行这种低空突防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这个澎湖上的这个台军的部队 它是处于一种被动防御的状态 主要是依托于坚固的阵地和大口径的火炮 这种老旧的火炮阵地 它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有 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这个登陆作战部队 进行所谓的火力的拦阻 解放军用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高精尖的 比如说进行抢弹登陆的话 那有很多两栖的作战装备 也是非常现代化的 可是这次操演呢 台湾当局却模拟说是 解放军会假扮成渔船 他们进行这个抗登陆的作战 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假设 难道解放军现在抢弹登陆 还需要进行伪装吗 是这样 就是针对所谓大陆的渔船 进行火力阻截 进行这种火力的这个覆盖 是台军 尤其是布防在澎湖上的这些台军 他时常作戏的这样的一个桥段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据我了解 好像他在进行这个演习和演练的 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都会设置一个打渔船的科目 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科目 就是因为现代化的军舰 他根本打不到 所以他在进行科目设置的时候 往往会提出 会这个比如说这个大陆解放军 伪装成渔船 然后针对澎湖进行围堵 对他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登陆 其实呢 在实际的作战行动当中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那么根据自身的这个想象去设定演习的科目 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只能说呢 有的时候他就是进行一种这个火力秀 浪费一些炮弹而已 从您刚才的介绍不难看出 澎湖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但是目前台军在澎湖的驻军的装备呢 是非常老化的 那么结合这一次台美炒作的 向美采购的无人机 将来会不会部署到澎湖台北的郑教授 您是如何来观察的 在台当局眼中 澎湖列岛就是守护台湾安全的关键之一 控制澎湖有助于监控台湾海峡的海运通道 并可以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进行侦查 所以澎湖列岛部署了重型的装甲力量 台军将最精锐的第503装甲旅部署在此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配备了超过70辆的M60坦克 这些坦克的远程火力可以有效地覆盖整个岛屿周边 能够为陆军提供强有力的火力资源 澎湖列岛还有天宫防空飞弹系统 可以拦截敌机和飞弹 那么澎湖呢 它有超过60个大小港口分布各处 最大的港口是马公港 它能容纳渔船 商船和军舰 马公港港内的侧天岛军港呢 可以同时停泊18到24艘 2000至1万吨级的船舰 台军在这里部署了8艘成功级的护卫舰 那么此外呢 澎湖列岛还有4座机场 所以乍看之下 澎湖似乎是固若金康啊 但是其实它的战略意义不大 解放军有先进的军事装备 和全面的资讯战优势 它仅需要封锁岛屿 便可以使防守方陷入全面的困境 台军防守澎湖列岛呢 显然是捉襟见走 至于这1000架无人机的战术运用 是否会部署在澎湖呢 台军至今尚未透露任何细节 不过加强无人机的部署 确实会有助于澎湖的台军呢 实施这个及时的监控周边的海域跟空域 收集解放军的动向跟情报 增强台军在危机突发时刻的快速反应能力 那么因为美国华盛顿邮报就分析过 美军曾经设想在解放军穿越台海之前呢 让台海成为一个无人地狱 也就是在台海要部署数千艘的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飞机 路透社也曾经报道过 俄乌战争爆发后在2022年的夏天 蔡英文与民进党的高层召开会议 他的主题是乌克兰究竟如何成功抵御 俄罗斯这个强大许多的对手呢 在77页的投影片简报当中 答案很清楚 那就是无人机 但是台军目前仅有四款无人机 而且机队的数量只有数百架 而解放军据报道呢 应该有多达50余款的无人机 数量高达数万架 所以蔡英文当时呢 据报道就决定向美国大量的采购 并且启动研发台制无人机的计划 所以部署一部分的无人机 在澎湖应该是势在必行 但是实际效果恐怕只是聊甚于无啊 台湾被爆对美采购签架攻击型无人机 还频频在澎湖展开震僵操影 岛内舆论批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 台军动作频密 暴露赖清德哪些盘算 台海局势面临怎样风险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军买千架无人机 防解放军去澎湖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详细地去解析一下 台军进行的这次镇江操演 据说呢台军是为了强化夜间作战能力 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背景情况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近期台军罕见连续四天在澎湖进行镇江操演火炮射击 出动多种型号的坦克 并且首都在澎湖实施夜间射击 叫嚣强化夜战能力 然而有台舆论质疑 台军此番演练实在乱套 不仅作战设定不合理 而且相关战法会暴露行踪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首先关注到的 就是这一次呢 是台军首次在澎湖进行夜间实弹射击演练 为什么要进行夜间演练 台军宣称要强化夜间作战能力 那么夜间作战能力对于台军来说 特别是对于澎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郑教授 澎湖防卫指挥部正将操演火炮射击 有别于过去的演习 这次特别加强两个面向的战备应对训练 他首次提升了次夜间射击的作战能力 其次针对大陆海警船在周边海域频繁的活动 特别进行应对所谓灰色地带行动的模拟训练 可以看得出来 台军想与解放军互别苗头的意味很浓厚 同时呢想刷存在感 作秀给岛内的民众看 根据台军的演习想定 解放军在夜间对台军进行突袭登陆 台军随即展开应对的三个阶段演练 那么总共配置了18个阵地 并且发射超过32000发的弹药 其中包含大量的异光弹 纵观这一次的镇江操演 它的演习效果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其一演习并未结合实战 异光弹试射更像是一个大型的烟火秀 其二战略安排失当 那么有台湾的退役将领就指出台军的多个荒谬行动 首先就是演习地点的选定 他假定解放军在武德登陆 就是异想天开 解放军如果真要登陆 也会是在临头或者是爱门海滩 那么如果你真要备战 敌军可能在哪登陆呢 就应该在哪里演习啊 其次台军竟然将渔船 视为解放军的登陆手段 并且针对渔船打击 可见台军要不是就过度看清解放军的战力 或者呢就是作战思维太臣服老旧 在实际演习的战略安排上 许多行径更是荒唐 台军的坦克以并排的方式助力摊头之上 毫无遮蔽物向海上发射照明弹 用异光弹向海面跟空中射击 这根本就只是一场烟火秀 反过来只会曝露行踪 告诉敌军标靶的位置 与其说是演习 更像是作秀给岛内的媒体来宣传 完全看不见实战的氛围 那么从黑熊学院试图召集40万民兵 和这一次的镇江操演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当局各项的战备跟作战的计划 实在是荒唐 就像刚才郑教授介绍的那样 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舆论都评论说 这一次的镇江操演就像是台军进行的一场烟火秀 台军是宣称把澎湖当作对抗大陆的桥头堡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战略设想 那么如果说把澎湖当作桥头堡的话 澎湖是否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现在按照民进党当局的思路 他们已经把驻守在澎湖的台军部队 视为以武剧统的牺牲品 因为一旦他遭到了孤立 或者说遭到了强大的火力覆盖 以澎湖守军他的这种作战能力 尤其是他的火力来看 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因为在镇江操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些传统的火炮 包括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一些排击炮 而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传统的科目 老旧的M60A3主战坦克冲上了探头阵地 然后试图利用这种直秒火力 和强大的这种两栖作战的登陆舰队 去进行对抗 因为从他所有动用的重火力来看 都不是精确指导武器 那么想要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 进行精准火力打击 他根本是打不到的 而且一旦他的火炮阵地暴露 包括主战坦克开到了探头阵地上 都会成为非常明显的目标 甚至会沦为靶子 因为现代化的这个战舰 它不会靠近海岸线去释放兵力 会在很远的距离上 使用舰载直升机 包括起点登陆艇去转运兵力 而且在相关的两栖作战兵力 抵达探头阵地之前 会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力准备 那么这种火力准备 可能会包括巡航导弹 远程火箭炮 箭炮 以及各种型号的武装直升机 和无人机的这种综合打击 那么澎湖的守军 面对海空立体化 或者说海陆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 它的炮兵也好 或者说装甲兵也好 会遭到极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制 可能都不敢露头 更不用说去冲到探头阵地 去进行所谓的阻击和反击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民进党当局 一直在强调 澎湖地区的防卫非常的重要 不断地举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 那么试图就是想让这样的一些台军 成为他以武巨统的棋子 甚至是牺牲品 我们注意到 最近还有美国的军事专家 给台湾地区支招 说这个澎湖地区 它的守军是足够多的 甚至防御的攻势也很坚固 到了关键时刻 台军可以继续地增兵 甚至美军也会持援 那么这样的一个忽悠的战术 就是想让台军 尤其是部署在澎湖的台军部队 让他死守到底 那如果说以武巨统 或者说有邪阳自重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澎湖地区的台军 他最终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相信我们解放军 在军演的过程当中 强大的这种火力打击的 这样的一个场面 已经给出了他们最后的结局 是 难怪党内的媒体都在批判 说这种演练是漏洞百出的 不过频密地进行这种军事操演 的确会让外界感觉到 现在台海局势是不是异常地紧张 所以接下来台海还面临哪些风险 胡教授 那么就像刚才两位嘉宾分析的 那么赖清德当局在以武巨统 以武谋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断地去制造新的风险 那么在军备这个方面 除了向美国采购 1000多架的攻击型的无人机 那么赖清德当局也在发展 台湾自己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 希望能够和台湾民间的 无人机的厂商 实行一个合作和结合 那么建立一个无人机的产业源 那加快推进台军所谓的 一个防务自主的计划 那么美台勾连方面 前不久 美国俄克拉克马州的 一个国防产业协会 和台湾的无人机的业者 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 打算结合美国的技术能力 和台湾的制造能力 打造一个美台双边的 一个无人机的产业合作平台 那么未来不排除美台 会共同去制造这个无人机 那么对于这个美台的勾连 特别是美台打算在无人机这个领域 跟大陆解放军摆摆手腕 我想这个结果可能会令他们失望的 比如说在侦查无人机方面 解放军有无真7和无真10 在查打一体无人机方面 解放军有翼龙系列 在反辐射无人机方面 解放军有ASN301反辐射无人机 那么解放军的这些无人机 即使不说是天花板级的无人机 至少也是当今世界非常先进的无人机 那有些已经打开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 因此当美军的高层 在今年上半年叫嚣 会动用无人机和其他的无人装备 把台海变成一个地狱景观的时候 那么大陆方面才会有底气回呛 说那些企图把别人家园变成地狱的人 首先自己要做好下地狱的准备 至于美国的这个大选呢 谜底即将在下周揭晓 那么到底台美关系 是如美台双方吹嘘的那样坚落磐石 还是这个美国根本靠不住 台湾终究难逃一个弃子的下场 那我想时间呢会给出答案 那么台湾同胞呢也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妄图以武谋独以武剧统 不断地向外部势力献媚求援 不断地穷兵独武练兵被独 现在呢又拿澎湖军演进行炒作 就是在刻意地升高两岸的对抗对立 好的 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